老公出轨谋划离婚,我把克伯婆婆接过来同住,好戏即将开演。 我正在门口玄关处整理鞋子,婆婆突然开口了。 小敏,湖里的水都凉了,怎么不知道烧一壶新的? 昨天刘姨让你给她弄张卡,你带来了没有? 我连忙答应,妈,已经带回来了,你明天让刘姨过来拿吧。 听见我肯定的声音,婆婆的声音再次传来,别磨磨唧唧的,动作快一点。 等会儿新华回来了,饭要是还没做好,她又该生气了,难怪要跟你离婚。 婆婆说话一贯那么难听,实际上我早已习惯了,看着在茶几上画画的女儿说, 妈,你怎么又让佳佳在茶几上画画,这样对身体不好? 我看了眼客厅,心情有些发闷。 婆婆大嗓门地回道,就你这么多讲究,我又不是不让她回房间,她自己坐那儿关我什么事。 我看着书房桌面上堆满的杂七杂八的东西,根本没法呆,不由地抬手揉了揉太阳穴。 妈妈,你是不是惹奶奶生气了? 她今天好凶,女儿战战兢兢地蹭到我身边,一张嫩生生的小脸,吓得有些违靡。 家家乖,去看书,奶奶只是年纪大了,身体不舒服,不是故意发脾气的。 我随手挂好包,抚了抚女儿的脑袋,妈妈一会儿做完饭叫你。 看着女儿一步三回头,满脸地担忧,我安抚地笑笑,走进了乒乓作响的厨房。 我与许华欣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,学历一般,为了生活,我学了瑜伽,而她一直很努力地创业,多年来工作上我们互不干涉。 我们二十五岁结婚,至今已有九年,她比一般的男人模样俊朗,比一般的男人聪明上进,也比一般的男人博爱多情。 我想我是爱她的,所以在发现她出轨的时候,我哭过闹过,家家还小,所以在她提出离婚的时候,我把乡下的婆婆接了过来。 虽然婆婆并不待见我,但住一起的这一年,看在家家的份上,至少她也帮忙,劝着许华欣,没跟我离婚。 妈,明天你跟刘姨要一千块钱。 我放好碗筷,转头对婆婆说道,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小教练,就是给老板打打工,这卡是员工价拿的,不是免费的。 婆婆一听,脸色顿时挂不住了,就你们那种骗骗人的地方,还要一千块钱,不行,我都跟她说了,我儿子是当领导的,门路广一定能搞来。 你让我现在跟她要钱,划心的脸,往哪儿放? 我压了压心里的烦躁,深吸了口气,好吧,那钱我先垫着。 她习惯了不分场合的吹捧儿子,也习惯了随口承诺一些事情,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刘姨是婆婆来这边后认识的,家境富裕,其实也不会计较这点钱,但婆婆好面子,尚赶着倒贴,换谁都乐得接受。 明天再给我点钱吧,我答应了刘姨给她会员卡,不好意思收她的钱。 许华星觉得我赚不了多少,因此大笔的开支,我都会问她要。 手中的消息刚刚发出,许华星就拧开门走了进来。 你能不能不要乱花钱,这都第几次了,家里哪个地方不用花钱,你怎么越来越大手大脚? 我看着许华星怒气冲冲的模样,刚要上去给她接衣服的手尴尬地僵在了半空,我不是。 我默默地看了婆婆一眼,低下头咽下了解释。 以前不是没解释过,但婆婆不承认,我就成了搬弄是非,离见他们母子关系的小人,几次三番下来,倒还不如不说。 婆婆见我看她,心里一个机灵,顿时知道儿子的怒气怎么来的,这事她有经验,既然我给她揽下来了,自然不会上赶着挨儿子的训。 严小敏,你不要以为我赚钱很容易,我天天加班,给别人当狗当孙子,不是让你拿来拜的,你那个破健身房,赶紧给我辞了。 许华心扯了扯领带,怒气冲冲地将衣服摔在沙发上。 婆婆在一旁帮腔,是啊是啊,能赚几个钱,天天跟陌生人摸来蹭去的。 你闭嘴,我心中活起来,一时没忍住,冲口而出。 你怎么跟妈说话呢? 许华心怒吼道,还有没有点教养。 我转头看了看她生气的样子,抿了抿唇,默默地垂了眼,我其实很少发火,更别说顶撞长辈,因为结婚之前许华心跟我说过,婆婆养她吃了不少苦,要好好孝顺她。 只是没想到我的工作,教习过程正常的肢体接触,竟成了他们口中的不良举止。 许华心说的倒也没错,只不过她辛辛苦苦地是在别的女人床上加班,低眉顺眼,当着虔诚的舔狗而已。 到我这儿反倒移植气使,横了起来,但那又怎样呢?我现在还不想离婚。 你今天似乎心情不好,钟燕练完一组动作,擦拉擦脸上的汗,方便坐这儿吗? 我笑着往边上让了让,拍了拍身边的位置。 她自然地坐下来,最近总见你发呆,你们年轻人好像比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更多的烦恼。 钟燕是这里的客户,在大多数人眼中,她是个货真价实的成功人士,五十岁的年纪在她身上没有半点老态和油腻,反而因为岁月的沉淀给她添了成熟的吸引力。 人生百态,各有各的苦辣酸甜,心情好与坏也不过是品类其一。 我不太习惯跟别人谈论感情上的事情,二十出头的才叫年轻人,而我是个五岁姑娘的妈妈。 我记得跟您说过,钟先生贵人多忘事。 哈哈,严老师说的话,总是比您的气质更迷人。 钟燕笑着夸奖道,她笑起来的时候,眼神很温柔,让人感觉少了些许距离感。 成年人的欣赏来得很直白,从钟燕非要我一个瑜伽老师给她当健身私教的时候,我就知道她是带着墓地接近我的。 但是也仅此而已,我不过是挂个名头,她在这里的时间比我更久,虽然是顾客,但对于器械练习的专业程度比我这个门外汉要高得多。 大半年的相处,她对我恪守着礼貌的距离,保持着绅士的风度,她是个高级的猎人,而我在她眼里,不过是只怀着情伤的小兔子,迟早会主动奔向她带着胡萝卜的怀抱。 能说说你自己吗?我叹了口气,无奈地瞥了她一眼。 钟燕弯下腰,手肘抵在膝头,撑着下巴转头看我,我以为你对我没有兴趣,架不住钟先生的热情,我模棱两可地回道,哈哈,你真可爱。 钟燕转过头,大拇指撑着下额,修长的食指点了点下巴。 听说您的生意最近又扩张了,我好奇地问道,在会所的人日常谈论的话题中,这也是一个热门。 中燕手里有好几家公司,经营的都不错,这事儿我们大都知道,了解客户大至家底,是营销人员该有的职业素养。 嗯,最近看中了一家公司,他们的产品对我很有吸引力,我想拿下来,不过目前还有点困难。 他并不喜欢标榜自己有多么成功,或者如同其他人一样,吹嘘要拿下一个项目有多么容易。 所有的成功都是用心血换来的,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。 想来以您的手段,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。 我随口奉承了一句,中燕清朝地笑了声,我大概就喜欢你这种口不对心的态度,明明你连表情都懒得对我装一下。 文言我微微合眼,这大概就是人太歉。 中先生这样的个人条件应该不缺爱人。 换句话说,叫情人也不为过。 中燕有些好笑地看着我,是什么让你们觉得,我这样的男人就该浪荡成性? 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,建议还是少看一些。 我无言以对,毕竟生活就是这么反馈给我真实信息的,何况许华心莲成功都算不上。 我前妻是个很潇洒的女人,生活上是这样,工作上也是,怎么说呢,大概可以称为独立女强人。 听起来很优秀,我点了点头,脑海中大概勾勒了一个形象。 是的,但我们不合适。 中燕低低地应了声,目光若有所指地打亮着我,我更喜欢纤细敏感的女人,能让我有保护欲,哪怕多点小心思,但只要她聪明,这些也不过就是小情趣。 中先生口味挺奇特。 我轻笑一声,这种女人不好招惹,万一年上了,要甩可甩不掉。 中燕不置可否地弯了弯唇,眼中有些莫测的笑意,这些年也试图找过伴侣,但是你懂得,那些姑娘目的性太强了,我避之唯恐不及。 我转头上下打亮着她,倒也不怪她们。 中燕愣了愣,随即反应过来,朗声大笑。 您家千金来接了,余光扫到前台坐着的女人,那抹肆意张扬的颜色,见过一次就很难忘记,我起身朝中燕挥了挥手,明天我要去趟医院,后天见。 中燕摆了摆手,转头看向沙发上的中倩珍,脸上笑意见收,脸色沉了下来。 中倩珍性格像她前妻,感情生活向来丰富,只是她自小聪明,不是个肯吃亏的,中燕也很少管她。 毕竟作为父亲,一个男性长辈的角色,对女儿私生活管太多,听起来也不合适,只是这孩子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 女娃娃就是不行,这么几个树加减乘除都算不清,我去烫菜市场都算得比她多,看看你留一家的小孙子,虎头虎脑的,一看就是个机灵的。 婆婆端着碗,站在一旁数落着,自家家出生以来,她就没满意过,人家的女儿都像爸爸,偏偏家家圆眼睛圆脸的哪里都像我,我看着女儿红红的眼睛,心头有些顿痛。 妈,家家还小,人家那孩子都上小学了,我忍不住替女儿抱不平,我的家家活泼可爱,分明就很聪明,行行行,还不让说,生个歪瓜也当宝。 婆婆将茶杯重重往桌上一颗,对了,你留一的几个朋友也要一起去练那个什么健身操,你明天多搞几张卡。 妈,那是要钱的,总不能一直让我贴吧。 心头的火气蹭了一下烧了起来,我说出口的话,声音也不受控制得大了些。 能贴几个钱,你不是在赚吗?再说了,家里开销哪样不是华欣出的,用得着你那几个小钱,婆婆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,脸色也涨得通红,让你半点小事都要给我甩脸子,难怪华欣不要你。 我捏了捏拳头,忍了又忍,行,我去办,一张我还能用员工身份稿来,多了不合规矩,妈你的身份证给我,我用下你客户的名义。 婆婆也不知道什么名义不明义的,听我硬了,表情顿时松快了许多,只是还端着架子哼哼几句,早答应不就行了,多大点事,就你这性子,难怪不讨喜。 望着婆婆回房找身份证的背影,我搓了搓手指,终是忍了下来,随手整理了下卧室,将许华欣落在床上的U盘,塞到了她挂在衣柜的衣服口袋里,她向来丢三落四,大概男人都不注意这些细节。 妈妈,奶奶说,爸爸不要你,是你做错了什么吗? 佳佳擦了擦沾了颜料的手指,跑到卧室里问我,一派天真懵懂。 我抬手抚了抚她的发顶,如果大家都告诉佳佳,是妈妈做错了什么,佳佳会相信吗? 女儿咬着指节歪头认真地想了想,而后严肃地看着我,不信,妈妈说不是就不是,妈妈说的,我才信。 心里像是被刀片刮了一下,迅速而尖锐地疼养着,我的家家最乖了。 我不知道,在女儿跟别人独处的时候,他们会告诉她些什么,是不是会说我的坏话,但是很庆幸,我的家家终究还是我的。 我跟许华欣结婚九周年纪念日,婆婆有事回了趟老家,我早早下了班,回家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,等着她回来,想着或许她会记得。 许华欣回来的时候,我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,听到开门的动静,惊醒了过来。 你怎么睡在这里,许华欣踢了鞋,皱着眉看我。 她眉眼生的多情,一簇眉就显得再心疼人一样,我恍惚地看着她,隐约间自发补全了她的后半句,睡这儿会着凉的。 点了半夜的灯,电费不用你教你不心疼。 冰冷的话,冻伤一屋子的温热。 哦,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,忘了那后半句话,早已经烂在了当年的深夜里。 你饭还没吃,许华欣看了看满桌未冻过的菜,眉头又醋了起来。 我心头一动,正要体贴地问她是不是再热一下吃点。 你也不怕饿着孩子。 我站起身,接过她换下来的脏衣服,看着灵口隐约的唇印欲言又止,家家吃过了。 许华欣回头打亮着我脸色半赏,冷笑一声,你如果介意,可以离婚。 以前她还会找借口说开会或者出差,身上有些可疑的痕迹也会推脱,说是陪客户应酬,不小心沾上的。 自从被我发现出轨后,她甚至连遮掩都懒得,我真是烦透了你这种唯唯诺诺的样子。 我抱着衣服愣愣地出神,想起当初翻到的她跟那女人的聊天记录,从内容来看谁还不是一只狗呢,看给谁当而已。 你能不能告诉我,那个女人是谁,我鼓起勇气,定定地望着她,我们在一起后我从来没有管束过你,也很少跟你吵架。 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哪里出了问题,现在我不想连自己的老公是被什么样的女人抢走了都不知道。 许华欣嗤笑一声,目光不闪不闭地回望着我,就在我几乎败下阵来的时候,嗤笑一声,一字一句道,你不配。 方才鼓起的勇气仿佛被针戳了个洞,呼呼地露着风。 我捂了五发凉的指尖,轻轻哈了口气,也不见半点回暖。 许华欣静自洗漱休息,我随便热了热饭菜,扒拉了两口,看着卧室的门半天,终于还是推开了。 许华欣还在看手机,我站在门口探身说道, 这两天我们公司团建,我就不回来了,家家你带一下。 怎么又有事了,早让你把那破工作辞了,一看就不正经的样子。 我上班已经够忙了,还要给你带小孩,许华欣不耐烦地翻过身去。 我静静地看了他几秒,没有再说什么,走到卫生间,拿走他换下来的衣服,关上了房门。 衣服丢进洗衣机前,我照例摸了一遍口袋,倒是挺干净的,活像是毁尸灭迹的老手。 我嘲讽地弯了弯嘴角,回了女儿房间。 这是你女儿,低沉的嗓音在身后响起,钟燕走到我们面前,蹲下身友好的伸出手。 你好,我叫钟燕,是你妈妈的朋友。 女儿微微瑟缩了一下,脸红红地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钟燕,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,放在钟燕手中。 叔叔好,我叫佳佳。 钟燕眉眼舒朗地笑开了,你们简直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。 我摸了摸女儿的发顶,发现她正偷偷看着人家,你倒是挺招人稀罕。 可能我有小孩缘,钟燕站起身,拍了拍蹲皱的裤腿。 我女儿就是我一手带大的,不过她可一点都不乖。 像她妈妈,我记得她说过,她的前妻是个怎样的女人。 钟燕无所谓地耸了下肩,爱玩得很。 有您在,想必她也玩得起。 我垂眸牵着女儿的手,看着前面三五成群的人,公司团建邀请了几个大客户,一时间好不热闹,她年纪不大吧? 嗯。 钟燕不知想到了什么,情绪有些不对,她以前挺有分寸。 钟燕下意识想摸烟,手刚贴上裤缝,就被另一只手按住了。 嗯,钟燕微挑了下眉,我收回手,不赞成地看着她。 大半年守着你,回应没有,倒是先管上了。 钟燕轻笑一声,抱歉地弯腰对家家道,叔叔忘了有小朋友在,下次不会了。 家家睁大眼睛看看,我又看看她,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 家家跟阿姨去玩吧,待会妈妈来找你。 是因为孩子吗?看着我同事带着家家去玩了,钟燕靠近我,轻声问道。 我侧头看她,钟先生,其实我一直很好奇,为什么你偏偏选中了我? 虽然我自认为各方面条件还算不错,但也不至于自恋到认为能让钟燕这样的男人一见钟情。 五十岁对我来说不算老,毕竟我也不小了。 我以前见过你,不止一次。 钟燕笑着回道,感觉对了就对了,哪有那么多为什么? 中年男人总是喜欢保持神秘感,这话说了跟没说也没什么区别。 我自嘲地笑笑,也不回避她的问题。 我丈夫出轨,我不想变成跟她一样的人。 听出我话里的拒绝,她看着我,眼神一顺不顺,大概是在思考我说的是不是真话。 我转过脸不再看她,我要家家地抚养权,但是我没有证据,而且我担心她之后会再继续跟我纠缠抚养权的事。 许华心很聪明,在我发现她出轨,还沉浸在愤怒痛苦中没反应过来的时候,就把一切痕迹抹平了。 而我的世界围绕着她转了那么多年,早就无法独立支撑起来。 在这以前,我是相信她的,那时候在我心中,信任和许华心这三个字是等同的。 现在,这是自认识以来我第一次在钟燕面前示弱,她沉默了一会儿,眼神有些挣扎,或许是我想多了。 我出声道,毕竟我婆婆对于我没能给她生个孙子,一直耿耿于怀。 钟燕惊讶地上下看了看我,倒是看不出来。 她大概是无法想象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是怎样的。 您工作上的难题解决了,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。 钟燕看着前面的人群有了突破口,剩下也就时间上的事情。 炎炎,钟燕突然叫了我一声,陌生的称呼让我愣了愣,如果你愿意,我可以帮你的。 我的目光落在眼前男人的身上,他目光沉静,气质儒雅,整个人看着睿智,锋芒进脸。 这是一个十足优秀的男人,他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。 不需要也没关系,你自己注意身体,听你同事说你最近请了几次假。 生病了,钟燕从沉默中看出了我的拒绝,十分贴心地接过话题。 我点点头,他总是这么细心,抵抗力差了些,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。 钟燕看了我半晨没吭声,去医院的话,最好还是有人陪。 我疑惑地瞥了他一眼,笑容渐渐攀上他的眼角,他到自己乐了,你是个有趣的人。 很少有人觉得我有趣,钟燕是一个,另一个是我自己。 这么晚还要出去吗? 听到门口的动静,我打开房门小声问道,公司临时有事,要去解决一下。 许华欣看了看手表,眉头紧紧皱着。 哦,是哪个客户的被窝不够暖和吗? 我目着脸,平淡地嘲讽着。 许华欣猛地看向我,你他妈别阴阳怪气的。 我不在意地收回目光,转身回房睡觉,看来是真的有事,不然怎么会底气这么足地朝我生气呢? 毕竟出轨的人在恼怒,也难免因为心虚显得色力内忍。 许华欣创业到现在,也算小有收获,偶尔遇到些困难,凭着他的手段也能化险为夷。 说起来,这方面他的确是个人才,能吃苦也能忍,再给他一些时间,想必他能有更大的成功, 当然也会有更多的红颜知己。 他出轨的那个女人,应该颇有家底,从之前的聊天记录来看,他俩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。 勾搭上的这段时间,那个女的给他的事业也提供了不小的助力, 这方面,我的确力不能及,倒也难怪许华欣舔得乐不思数。 连续好几天都没见许华欣回来,我以前没见过他这么焦头烂额的样子, 哪怕事业刚起步的时候。 婆婆又开始念叨,我擦了擦手,刚要回房间,门就被打开了。 公司出了什么事吗?出于礼貌,或者说是在婆婆面前,我觉得应该关心一下她。 许华欣看了我一眼,随手将一打纸丢在桌上,离婚协议,财产分割。 你看下,没问题就签字吧。 我错愕地愣在当场,不是说好了吗? 我并没有干涉你的私生活,家家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。 许华欣脸色有些难看,财产不会少你的,只要你签字。 我冷着脸,一点点仔细地看着条款,条款内容很公平, 并没有亏待我的地方,而我唯一担心的,我不能离婚,都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。 家家,许华欣的面容瞬间扭曲了下,咬牙切齿道,抚养权给你,我不争。 哎,这怎么可以,婆婆在一旁听明白了,也不乐意了,我许家的妮子怎么能跟别人姓。 妈,这是你别插手,我晚点跟你说。 许华欣不耐烦地说了声,目光依然紧紧盯着我,生怕我还要胡搅蛮缠。 我犹豫地看着她,目光中透露的是明晃晃的不信任。 我把抚养权这条也列进去,改完协议拿给你签字。 许华欣黑着脸,嘴角不受控制地抖动,显然是因为这次让步气急了。 我僵硬地笑了笑,许华欣,你会为今天的决定后悔的。 见我有松口的迹象,许华欣转头就去改协议,生怕晚一秒我就会反悔。 我看着她离开的身影,透着对我肉眼可见的鄙夷和嫌弃,一时间竟然有些恍惚。 婆婆最近心情很好,因为她很快就要有个孙子了,这事儿使她太高兴不小心说漏嘴的。 原来是那女人怀了孩子,许华欣才这么急切地要给她一个名分。 虽然她们没再跟我征服养权,但换个角度想来也是很可笑。 因为一个没出生的孩子,因为可能是一个儿子,我的家家就成了被舍弃的那一个。 跟许华欣离婚的那一天,和以往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,但我知道很快就不一样了。 知道许华欣出轨到离婚,她没让我见过一次那个女人,从我跟她哭闹的时候开始,她一直把我当泼妇,生怕我去闹事,落了她的面子。 但她忘了我,原本不是这样的。 站在民政局门口,我伸出手摸了摸许华欣的脸,在她惊恶的眼神中一路从眉眼,鼻梁,脖梗摸到胸腹,最后在她腰侧轻轻掐了一把。 你有病,她恼羞成怒地看着我,像是从未看到过我眼中这般轻挑的目光。 我滴滴笑了笑,当真是好看的,谁完整的青春,不遇上几个渣男呢,只是以后再这样就不合适了。 我笑着离开,留她一个人在原地气直了眼。 离了,钟燕坐在我身边,漫不经心地问,现在考虑我吗? 我摸了摸佳佳的脑袋,指了指她,妈妈嫁给这个叔叔可以吗? 钟燕诧异地直起身,她应该是没想到我会突然松口,高大的身躯此刻,在小朋友审视的目光中静,显得有些无措。 佳佳咬了咬嘴唇,明显有些苦恼,她不想我结婚,因为许华欣对她也不怎么好。 虽然在小小的她眼中,爸爸可有可无,但佳佳最终还是坚定地说道,妈妈说可以就可以。 我笑着弹了下她猝着的小眉头,转头对上钟燕的视线,介意先领个证吗? 钟燕愣了愣,随即单手扶着额头,无奈地笑了起来。 年轻人真可怕呀。 看着手里的结婚证,钟燕依然有些回不过神来。 我活了半辈子,这个年纪居然还冲动了一把,是不是该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? 我笑着将手递给她,钟先生,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牵手了。 钟燕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会儿,抓住我的手用力一带,顺势揽上了腰,虽然是冲动了点。 但我不会后悔的,你比我想象的更有趣。 跟钟燕在一起的生活格外舒心,大概是因为她年长我多岁,又曾经独自抚养女儿长大,她对我和家家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我从健身房离职,自己开了家瑜伽馆。 之前许华欣总认为我的工作上不得抬面,也看不上我的工资,我懒得跟她解释专业的瑜伽课有多贵,趁机也攒了不少钱。 只是离职之后,我便没有再去过健身房,也没再见到过钟燕的女儿,我记得那是个明媚张扬,似乎一般热烈的女孩,她有着我不敢拥有的模样。 明天真真带她男朋友来吃饭,你准备一下。 钟燕坐到我身边,顺着陷下去的沙发伸手往我腰上一揽,可是阿姨会准备,都用不上我。 我百无聊赖地晃了晃脚,然后踩在她的脚背上。 在她身边,我不需要装模作样,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真实的双方是怎样的人。 钟燕扯了边上的毛毯盖在我的身上,你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行,我女儿可是大美女,你别被她比下去了。 我趁怒地瞪了她一眼,而后继续窝在她怀里,家家的户口转好了,九月就可以报名上学了。 钟燕点点头,拿起我的手指捏了捏,炎炎,我不打算再要孩子了,我大你这么多岁,怕以后照顾不了你们。 我心里叹了口气,这个男人对我到底还是带着几分真心的,这样对家家来说会更宫廷。 钟燕抬手抚了扶我的发顶,就像我摸家家一样,掌心带着让人心安的温度,我轻轻蹭了蹭,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 许华欣这辈子应该都没想过,我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会是这样的场景。 我打开门,堆起满脸的笑意,热情地接下她手里大包小包的礼品,客气地将钟倩珍和她迎进门,来就来了,回自己家还带什么礼物呀? 我记得当丈母娘的标配台词应该是这样的,我原先也看了不少家长离短的电视剧,加上离婚前那段时间的磨练,相信自己的演技已经很不错了,一定不会让人出戏。 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许华欣这么难看的脸色,关键是她还必须得忍着,因为她的现任钟倩珍就在边上看着,那是一个聪明自私且有资本任性的姑娘。 你跟珍珍打算什么时候结婚,钟燕坐在主位,父亲的威严气势摆得时辰时,再过几个月肚子大了,拖下去鸣声不好听。 钟倩珍眉眼骄纵,笑嘻嘻地凑上来,爸爸你跟妍仪结婚都没告诉我,你们怎么都不摆几桌。 她才二十三岁,小我差不多一轮,这一生阿姨我的确当的,何况她若是不介意,一生妈我也乐意接受的。 我瞥了一眼许华欣,眼看着她的脸色更臭了,几乎下一秒就要摔筷子走人,但她也是个能人,竟然硬生生忍下来了。 心情大好,我笑着解释,你爸爸的钱上次都拿给你俩就极了,我想着两个人过日子,自己开心就好,没必要铺张。 我慢条丝里地说着,随手夹起钟燕给我包的下,隐约能听到许华欣那边传来筷子戳到碗底的声音。 来,小许别光顾着吃饭,菜也多吃点。 我十分热情地往许华欣碗里夹了快肉,做足了丈母娘的仪态。 我知道许华欣心里一定呕气地要死,本想着攀上了高枝,没想到在枝头看到了前妻,居然还成了她丈母娘,那她女儿现在她该叫什么,妹妹吗? 扑,想到这儿,我乐出了声,一桌人都看了过来,神情各异,我笑着白白手,想到白天看得笑话了,没事没事。 钟燕无奈地摇头,毛毛躁躁地跟家家也差不了多少。 我没敢再往许华欣那边看,怕演技不过关,忍不住笑,搞砸这顿精心准备了近一年的饭。 一顿饭吃得桌上四人心思各异,也算勉强吃完了。 许华欣吃完没做一会儿就跟钟倩真回去了,看着她火烧屁股的样子,我笑得弯下了腰。 卫生间里,我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,身边挤进来一个人,宽厚的大掌熟练地抚上我的腰身,不生我的气,卸妆地手顿了顿。 我没好气地瞥了一眼钟燕,你早就调查过我,怎么想试探我究竟跟那些目的性强的小姑娘有没有区别。 钟燕从身后拥着我,下巴搁在我的肩上,我本来是冲着她的公司去的,也没调查她私生活,真真跟着我见了几次,没想到居然就被黏上了。 你女儿是小三,我有些生气,到底是我被撬了墙脚。 钟燕抚了抚我的后背,仿佛再给一只猫顺毛,她的感情生活向来丰富,而且向来聪明,从不吃亏,我不管她,没想到在许华心手里。 我皱了皱眉,怎么有你这种当霸的? 钟燕笑了笑,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我就调查了许华心,然后发现了你,我觉得许华心这样的男人配不上你。 我吃笑一声,绕过她擦了脸,你确定不是为了她公司的数据,许华心见钟倩真回来。 我摸过她的所有衣服的口袋,干干净净,而之前我在整理她的卧室时,曾亲手放进去一个她遗落的U盘。 钟燕调查我,知道我在设许华心,却什么都没做,甚至在发现钟倩真意外怀孕后,将计就计,连女儿都能利用,果然是个成功的商人。 她原先只是跟许华心玩玩,没想到居然会怀孕,所以你去医院那几次,我跟她提了题。 我笑了笑,避孕套有洞呗,我扎的,去医院也是我故意跟你提的,你女儿是怕我怀二胎,许华心更离不了婚吧,谁让我查内分泌,去的也是妇科,而她的孩子需要个父亲。 转身拍了拍钟燕的脸,这个男人的目光深邃而危险,你调查我,我自然也能查你,毕竟了解顾客的背景是一个优秀的营销人员最基本的职业素养。 我若是不知道许华心外头的女人是谁,怎么会在明知道一个男人对我有别的企图时,依然允许她的靠近。 都是千年的狐狸,谁跟谁玩得聊斋。 你跟珍珍也算两不相欠。 钟燕一把拦住我的腰,抬手摸了摸我的脸颊,语气有些求饶的意思,你别生我气。 我笑着凑上去亲了她一下,你不介意我,带着目的接近你,我自然也不介意,都是成年人了,虽然是各取所需,现在不也两全其美了。 钟燕直勾勾地盯着我,眸光亮闪闪的,说的话却咬牙切齿,我真后悔没早一点认识你。 许华欣跟钟燕珍这婚结的一波三折,自从在钟家见到我,对于公司数据泄露的事情,她心里便有了猜测,只是不清楚是钟燕珍算计了她,还是我背叛了她。 她甚至怀疑,钟燕珍的意外怀孕,是不是真的意外,是不是为了逼她离婚时的手段。 以至于对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开始疑神疑鬼,毕竟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中,她才是跪舔的一方。 而她却因为这个孩子逼我离了婚,放弃了家家的抚养权,甚至为了讨好钟燕珍,离婚后对我们娘俩不闻不问,让我有机会把家家的户口转到了钟家,断了她所有的念想。 但因为当初公司数据泄露,公司遭遇外界危机的时候,是钟倩珍拿钱填了这个窟窿,如今在公司里,钟倩珍的话语权几乎要压过她去,不想多年心血复之东流,她不得已也只能答应继续结这个婚。 钟燕好歹也算富甲一方,掌上明珠结婚,婚礼自然举办得很隆重,只不过许华欣成了上门女婿,我穿着礼服挽着钟燕的手,热情地将婆婆遥布,是前婆婆接了进来,亲家母可算来了。 同喜同喜啊,华欣这孩子我看着就很优秀,是你教得好,我看着前婆婆全程黑着脸,额头青筋直跳的样子,体贴地上前牵她的手。 亲家母脸色怎么这么难看,肯定是这几天为了两个孩子的事情没休息好吧,赶紧这边坐一下。 后来给她办的卡,实打实用了她的名字和联系方式,钱没交,只不过以员工名义提前给了她,然后我就离职了,想来她也不敢问许华欣要那么多钱,自掏腰包垫了或者落下老脸问那些人要钱,反正她应该是恨死我了。 钟晏一旁看着,终究没忍住拉了我一下,凑过来小声说,差不多得了,年纪大要真气出个好歹来,麻烦。 我笑着点了点头,叫服务员过来接待,转身跟钟晏去招呼别的客人。 钟晏真是个爱玩的,本就没打算早早结婚生孩子,这次阴沟里翻了船,自然不愿意生第二个,因此她肚子里这个会是钟家唯一的孩子,这个孩子得信钟。 许华欣不愿意又怎样,孩子和公司只能选一个,或许她以后可以有小四、小五,会有其他兴许的孩子,但终其一生,这些孩子都上不了户口,而她名正言顺的老婆,青春四亿,也一定不会属于她一个人。 婚礼上心情最糟糕的一定是许家的亲朋好友,我矜持地笑着上前一一招呼,礼数周到,那是他们曾经要求我该有的样子,如今我做到了,以许华欣长辈的身份。 钟燕对我纵容得很,反正她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,我想撒气,她便看着。 落单的时候,许华欣拦住我,目自欲裂地盯着我,她问我,你是不是疯了? 我浅笑着望向钟燕的背影,一个出轨男而已,不值得我陪上自己后半段的人生,不过是拜你所赐,如我所愿而已。 我抬眸看向她,不闪不闭,许华欣,你该静查了。 整个流程下来,所有人都很高兴的样子,哪怕是装的,除了我看着许华欣毫不遮掩的阴郁神情,怒红得快要抱血管的眼睛,心情反倒平静下来。 我十多年的青春,十多年全然交付的爱和信任,这一刻终于彻底结束了。 满心的怨怒像是没了出口,又忽然消失的一干二净,整个人空落落的,手脚都瞬间失了力。 我所筹谋完成的这一切,是人或许会对我多有诟病,不说多的,那些熟悉我的人, 一定会将这些荡成茶余饭后的谈资,但人活几十年,我至少对得起自己。 谁不是第一次做人呢,谁又不是只做一次人呢,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,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,因为不甘心啊。 抬手捂了五眼睛,我悄悄地走出了酒店,外头的风吹得我眼睛热辣辣的,像是沾了风油精一样, 我不想在这种本该趾高气昂的场合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。 难过吗? 钟燕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,像是早就看清了我的心思。 我顺势往后依靠,将身体安心地投入身后的怀抱。 嗯,为我单纯的那段岁月难过,毕竟以后都不会有了。 钟燕懒着我,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发顶,我有没有说过你很聪明? 我无声地点了点头,她总夸我有趣,也总觉得我聪明。 但我希望以后你不需要那么聪明。 钟燕低头用唇轻轻碰了碰我的头发,现实证明, 我是个对婚姻很认真的男人, 所以你可以依然有趣,但不需要那么聪明。 我轻笑一声,转过身将头埋进了她怀里, 静静地抱着她站了一会儿,在她胸前蹭了蹭眼角的痒液。 如果我早点认识你, 钟燕抬起手拍了拍我的背,像安抚一个孩子, 她大我那么多,或许在她看来我也确实像个孩子, 不早不晚,一切都刚刚好, 如果早一点,我们或许也不合适。 早一点,钟燕还观察着那些目的性很强的姑娘, 早一点,我还深爱着许华欣, 如果遇见,也只会是擦肩而过。 所以不早不晚,一切都刚刚好。